他们呢是非常喜欢去挑战父母边界的人 一旦月亮双子座的孩子有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没有说清楚的事情 他就会焦躁难安 天啊我的孩子好爱顶嘴哦 我讲一句他讲三句哦 我都说不过他 哈喽大家好我是沐晨 我们来到了双子座的月份啦 双子座呢是风向的变动星座 代表着他们很热衷与人精神上的交流 也非常喜欢跟人沟通哦 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太阳双子座的话 你会发现啊双子座的小孩啊 内在有源源不绝想要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 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 很可能一整天到晚追着你询问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因为对他们来讲呢 他们很想要知道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呢是太阳双子座的话 爸爸妈妈也会发现说 哇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动哦 怎么都坐不住 很容易会被误认为是不是过动啊 太阳双子的小孩呢 他通常都是在透过探索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探索就是他可能 手很喜欢去摸东摸西啊 然后很喜欢去碰一下这个 碰一下那个 那在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呢 太阳双子的孩子呢 其实也是很喜欢看书和听故事的 因为书和故事里面的世界呢 能够满足双子座的好奇心跟想象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月亮在双子座的孩子 月亮呢是象征孩子他内在安全感和需求的所在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是月亮双子座 那代表呢 他其实不喜欢待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面 你要他日复一日的重复做某件事情 简直是太痛苦了 太为难他了 他的安全感来源是取决于 我知道这件事情 一旦我知道了 我就会感到安全 那相反的 一旦月亮双子座的孩子 有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没有说清楚的事情 他就会焦躁难安 他们很可能会追着爸爸妈妈问 到底为什么不可以吃糖果 到底为什么不可以玩电动 为什么不可以这个 为什么不可以那个 如果你没有办法说出一个道理 来说服月亮双子的孩子的话 月双子的孩子也不容易买单 那月双子的孩子呢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需求呢 就是关于自我表达 他们很需要去把他们的想法说出来 也很想要知道爸爸妈妈 你们是怎么想的 想法之间的交流呢 对月双子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不要觉得他还小就听不懂 其实他们对于思想上的交流的渴望 是会超乎大人的想象的 水星双子座的小孩呢 非常擅长一件事情 从多个角度去思考 他总是能够找出跟爸爸妈妈 不一样的观点 但是又可以自成道理 虽然有时候呢 会被爸爸妈妈认为 你讲的是歪理 所以爸爸妈妈在 面对水星双子的孩子的时候 那条大是大非的线呢 我们要抓紧 让孩子知道 大是大非是非对错 还是有一条规范在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 水星双子的小孩 真的很爱顶嘴 但事实上 他们的内在想要表达的是 爸爸妈妈 我的想法其实是这样的 你们听听看 我好想要你们知道 我在想什么 如果你的孩子 是精心在双子座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对美感的倾向 跟他喜好的东西 通常都跟新鲜感有关 因为金心双子的孩子 喜欢有趣好玩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不有趣 或这个物品 对他来讲很没有创意 设计感非常的平凡无奇的话 那就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 所以如果你要挑东西 送给金心双子的孩子 你可以想一想 什么事情是跟线下流行相关的 他们喜欢线下 能够被讨论的事情 比如说他拥有这个物品 哇 大家同学都在流行 对他来讲呢 这是非常风光的一件事情 又或者是 你送给他的东西 非常好玩 甚至有一点幽默 有点好笑的 他们会喜欢这样子 特质的物品哦 这个也可以给爸爸妈妈 作为挑选礼物的参考 火星呢 是以孩子的动能 动力原则 跟他的行事风格 双子座的小孩呢 很有本事一心夺用 所以你通常会觉得 他们很忙 但是也会觉得 他们注意力好像不够集中哦 这是因为他们 随时都在处理多元的资讯 他们在一个环境里面 在教室里所听到的 不是只有老师在讲话而已 他们敏锐的处理资讯 这种多功能的本事呢 同时也可以听到 后面两排的隔壁同学 在讲悄悄话 外面隔壁班的同学 在跑来跑去 或者是在更远的地方 树上有两只小鸟 在叽叽喳喳 他们就是有办法 同时间注意到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呢 你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分心了 他是不是不够专注 是不是注意力不集中了 其实这就是他们的强项 但是呢 这样子的特质呢 确实会让他们做事情比较分散 如果火星在双子座的孩子 你会觉得他常常把自己搞得很忙 因为啊 他太高估自己了 他可能在同时间 想要做的事情很多 结果每一件事情呢 都做个一点点 一点点 也不是很持久 也不深入 那如果我们要收束双子座的专注力的话呢 爸爸妈妈可以培养孩子 先专注的把一件事情做的深入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双子座的小孩 双子座的孩子呢 最想要听到爸爸妈妈讲的一句话就是 哇 你懂好多东西哦 看完以上的介绍 不知道你有没有更了解你的孩子呢 其实啊 我们只要摸透孩子的性格特点 顺势教养 就可以很轻松的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星座宝宝 欢迎订阅妈妈宝宝的YouTube频道 我们将会在节目里面分享更多星座宝宝的秘密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